恩友们平安 我们又见面了 感恩能够和大家一起思想 今早恩典美乐成修的主题 基督徒一定要传道吗 我们一起来读保罗训道前的祖父 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二节 我在神面前 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 凭着祂的显现和祂的国度嘱咐你 勿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保罗知道自己的日子不长了 在他殉道之前 特别严肃地劝导 提摩太要单单专心地传道 嘱咐他和信徒 耶稣基督必再来 在地上建立属于神的国度 活人和死人都会面临审判 要自己面对上帝 所以不论是好时机或是在恶劣的环境里 无必要 也就是说一定要随时预备好自己 不惧怕人事物 做个百般忍耐 不靠血气 乃是按着神的真理 则备 警戒人 劝勉人 专心传福音 记得多年前 我邀请了一位亲戚和朋友 参加耶稣受难节崇拜 聚会之后 还特地安排他们去餐馆用餐 当时我的亲戚 气冲冲地在众人面前骂我 还说以后不要叫他来教会 哭哭啼啼 挂我顿时是哑口无言 被骂也不能够还口 心里难免受挫 而且难过 最后我还是需要放下心情 反过来说缓他的心情 弟兄姐妹 相信大家在传福音的过程 也曾经经历被拒绝 而且失望 但是重要的是 我们不要弃累 乃是要坚持到底 感恩我们能够生活在 信仰自由的社会 是很蒙福的 传道的挫败只是小儿科 反观多少的宣教士 为着福音而牺牲奉献自己的一生 科技 资讯发达的今天 我们很快地就接受到世界各地的讯息 当今疫情节节上升 国与国的纷争 而乌乌争战 加先知加基督的冒起 人与人之间的冷漠 恨恶 这都会使我们害怕胆怯 而不敢开口传神的道吗 还是应该拿起神赐给我们祷告的能力和权柄 祈求圣灵赐力量 保守我们的心刚强壮胆 步入迷惑呢 就如保罗吩咐一样 我们要谨慎 要忍耐 做好神给予我们传道的职份 务必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我们一起祷告吧 慈悲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主 孩子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 祈求主赐给我们一颗依靠你的心 坚定无疑的信心 不论在得时不得时任何的环境 我们都要专心来做好你吩咐的工作 让我们同心合意地迈向 你要我们迈向的前进 继续地传扬你的道 我们如此的感恩祷告是奉告 我主耶稣基督得胜 得胜又得胜的美名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鼓励大家一起 灵修提摩带后书四章 上帝是福大家 我们再会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